今天是我们经过新加坡的第一天 然后也是我们整个第三阶段的最后一段航程 就是从新加坡到凡亚的迎风段 相对来说这段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意外也是会发生的 然后就在刚刚我休息的时候 然后我听到船长喊 Iraba Dunday 我就知道肯定是有什么到夸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我们来到加坂一看 哎呀我们的G1TEC 然后整个G1TEC断开了 整个面翻都被风吹到上面 并且不受风力 不能给我们提过动力了 然后这对我们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虽然领先 但是G1这面翻对我们的迎风非常重要 然后比如说我们很快地做出了决定 用一面比G1稍微小一点的翻 先保持我们的传速 然后另一部分的人 然后去维修我们的G1TEC欄 然后大概整个过程用了大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重新换回了G1 然后把G2给录下来 然后虽然说我们没有丢失太多的速度 也是我们非常幸运 因为我们还取得很好的措施 但是也给我们提醒了一个很大的警告 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然后我们的船的安全问题一定要检查到位 然后包括因为这段可能迎风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的G1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常用的器械要多点按一下 然后保持好我们第一名的位置 然后我周期马上到三亚